嘿喲聊四季 天天用心 大家好 我是Ryo 今天來看波西米亞人對上孟加拉人 這套比賽也是公寓杯的比賽 先來介紹一下藍方權責的文明是波西米亞人 波西米亞人最大的特色呢 是他的生旅科技的神聖思想跟宗教狂熱 可以沿用在這個村民身上 他又可以增加村民的血量跟引動速度喔 就是波西米亞的經濟加成之一喔 波西米亞人本身有這個免費的挖金跟挖石技術 所以在城堡時代中後期經濟也不會太差 算是一個蠻強的輔陣喔 波西米亞人的後期主要是打這個肉身老頭 這個肉身是只需要肉類就可以產生老頭 甚至連科技都不需要黃金就可以研發了 所以波西米亞人算是給喜歡玩生旅這個單位的玩家 一個蠻好的選擇 那波西米亞人的後期主成呢 主要是打這個疾兵 配上火槍 還有這個榴彈炮 作為常見的這個後期組合 那波西米亞戰車也可以使用 或者是有點看情況在出的 如果遇到大量馬國的話 還是會比較適合打這個槍兵 作為防禦主線 然後榴彈炮為主攻的一個路線 會更適合一些 好那接下來介紹一下孟加拉人 那孟加拉人最大的特色呢 是每生一個時代史 城鎮中心都會產生兩隻村民 而且孟加拉人的大象有抗招響的能力 而且抵抗額外傷害的效果也有提升 所以他對上對方的槍兵或是戰毛兵的傷害 都會再少一些些 而且孟加拉人的大象呢 也可以經過派科技增加一下攻擊速度的 好那在這次改版呢 孟加拉人這個馬攻 這個戰車部分也有增強 近戰獲得了這個擴散傷害效果 用起來的話還算是不錯 比以前搶了一點點 但主要的打法呢 還是使用這個馬攻路線 會比較常見一點 好那孟加拉人呢 他的老頭也是比較厲害一點 天生就有雙三法 所以就是對方對方的肉碼 可能肉碼沒有 對方的垃圾兵或是戰毛兵 打到自己的孟加拉人的老頭石 就不會這麼痛 算是一個小小的加強 好那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這個配置 那目前這張地圖的配置呢 其實跟阿拉伯是有點稍微相似的 這個黃劍的部分也是有附金的 那石頭畫也是有一個 但是主要的資源礦點 還是在中間這個地方 這個資源礦點有很多生物 有點像是小型競技場的感覺 但是他野外了以後 這個野精跟野獅 只是這個野精、野獅 數量會再更多一點 所以其實可以用成 把這張地圖場 是阿拉伯跟競技場的混合體 去玩這張圖就可以了 所以這張圖的難度來說 也算是頗為複雜 你既可以用競技場的打法去強攻地人 也可以用阿拉伯的思維去打這樣的地圖 我覺得算蠻 蠻挑戰玩家們的應對能力的 好 那先來看一下 兩邊的城堡是他會怎麼打 沒意外的話 兩邊是打一個直城 比較常見 畢竟在競技場來說 直城是比較主流打法 撇除這個塔弓弓戰術之外 基本上只剩下直城這個選項 好 孟賈拉人 這邊是22匹 然後升上去變24匹 這四個人口 然後再補下 兵工廠跟市集 然後再按個兩村 這邊是按一個村民跟一個織布 織布到現在採點 大家省了一個織布研法 讓自己先生實在獲得兩村優勢 這個算是蠻細節的部分 好 這邊支援用得非常極限 一上去就點下城堡時代跟一擊拔木 這邊農田可能要再撒個三片田左右 總共大概快要五片田 會比較穩定一點 這邊農田還要再繼續撒一些 當然這裡有人在吃果 這邊稍微看一下 存這麼多木頭 有可能是要來打這個 大象快攻 工程戰像配老頭的路線 因為這個路線的配置 算是不能賣石頭 要賣石頭 講錯了 這個路線的部分就是 你要先把這個石頭賣掉 然後趕快讓自己 急速上城堡時代 讓你獲得這個前壓的 第一波的爆發威力 那通常都會先下一個修道院 跟一個工程器製造手 當然這邊看到孟家人 這邊是直接下雙修道院 這個就蠻特別的 這雙修道院要特別注意對方的漏馬 做一個攔截、攔殺的一個動作 他這邊漏馬這邊繞 看有沒有要來撿生物 他好像沒有發現 前面已經蓋了兩個修道院 跟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賣石頭的部分 就基本上不會再去買石頭回來去開TC了 前期的部分要趕快去按工程戰像 還有這個修道院的兩隻僧侶出來 那甚至還要存一點黃金喔 去點這個 救贖思想 還有這個 神聖思想、宗教狂樂 這些科技都是城堡時代 比較常用到的科技 大概還是要存一些黃金 去研發這些科技 好 那先擠出一台工程戰像 我叫裝甲戰像 但是這邊先點出來的科技是 贖罪思想 因為這兩邊都是 僧侶內戰 都是僧侶國 所以先點這個贖罪思想是對的 沒想到他這邊眼睛看到了 還是他預判了 那這隻戰像 現在只能用投石車 或者是用老頭 等他進來之後 再用這個 救贖思想科技 招想敵方的工程器 單位 那戰像他的屬性來說 他是工程單位 而不是一般單位 所以還是要點下這個 475 救贖思想 好 這邊直接招村民 但是後方老頭 直接反織回去 兩邊老頭在互相招想 兩邊都點下了前程科技 那前程科技點下之後 就可以稍微獲得 抵抗招想的能力 好 這邊老頭可能會被招走 下面這個應該沒救了 好 結果是對手 脫西米亞先被找到了一隻 但對方也是招了回來 兩邊變成生女大戰 好 這邊想要招肉麻 有機會招得到嗎 老頭血量回過來 但是兩隻肉麻 都被變成對方的了 但是孟加阿倫這邊 招想敵方的生女了 最後招想到了 大概三隻生女左右 還有四隻的樣子 好 這邊再用生女 去把這個肉麻給招想回來 唉唷 但最後兩隻肉麻 又變成自己的了 這邊招想大戰細節 兩邊都是打好打滿 先把敵方的老頭先解決掉 趕快把這個老頭全部聚集在一起 趕快去往前招對方的村民 這邊工程戰像要再繼續出了 但是門口被堵了起來 工程戰像沒有辦法把這個修道院給拆了 好 後方這裡繼續正常開農 這裡木頭配的有點多了 好 那其實這個時候也可以考慮 拉個大概三到四村喔 去挖石頭 我把一個城鎮中心出來 偷偷轉 也可以 那目前迫西米亞是已經開農了 雙TC開農 然後用生女繼續防守 那孟加阿倫這邊的老頭數量 是真的有點多啦 十一個... 生率 這個有點...有點難解了 好 我不顯然 出了一個救贖思想 待會就可以來招搶 敵方的輕型投石村 好 拉槍部分繼續往前 好 先拆一個修道院 但是救贖思想還有八秒就要好了 好 先往前全部招搶 好 這邊有個洞 想要進去嗎 還是要回頭反招一下 好 這邊置第一工程器 這邊想要招工程戰像 但是老頭部分 兩邊都在互相招搶 看誰的手速比較快 目前迫西米亞招到了 兩隻 三隻 四隻 四隻 生女 孟加阿倫招到了三隻老頭 四隻 五隻 五隻老頭 工程戰像繼續往前 好 大家都在進入CD了 這有點尷尬 因為這裡沒有神權政治的關係 所以生女都會進入CD狀態 不能做任何事情 全部都變成白白一條 好 要等這個一條跑完喔 才還再繼續著想 好 那後面有一隻肉馬在砍箭植物 似乎沒有控好 貨西米亞這邊盲子在控前線 跟家裡的經濟喔 好 終於看到這個肉馬在這裡 好 彈又變成自己的了 哇 這是什麼宗教戰爭 一直烏魯魯魯魯魯魯魯 哇 前方的購物院花被解掉 但是有三隻村民在幫忙解 感覺再一下就可以了 哇 殘血火了下來 那目前宗教戰爭的結果 是孟加阿倫喔 目前是佔據上風的感覺 老頭的數量還有23隻 貨西米亞則是只有14隻而已喔 好 這邊繼續打下去兩隻村民在這邊盲曉 要不要照一下村民 好 先砍老頭 這隻肉馬是不是很過勞 這隻肉馬已經砍了7隻老頭了 不管是敵我喔 都各砍了一輪阿 可以只被招來招去 這場比賽也太有趣了吧 信教大戰 你信我我也信你 好嗎好嗎 那為什麼兩邊都不出肉馬呢 這主要是肉馬有點貴喔 而且 波西米亞這邊是已經偷偷開農狀況 所以本身 肉類喔 就會更吃緊一些 而且轉出大量肉馬 也有可能會被招響掉 所以這裡最好的方法就是差一根城堡 好像老頭再繼續反制回去喔 好 帶有投石車出來 孟加拉人這裡是沒有研發 救贖思想的 現在投石車是無敵狀態 還是要用工程戰項進行前壓呢 好 進去有機會頂到嗎 但是有一隻村民卡在這個位置 OK 大部分的老頭已經往後拉了 波西米亞的老頭數量開始回穩 這裡補到了四個修道院 好 這邊看來是沒有打算要先點救贖思想 可能是想要先點帝王時代 那帝王時代的生旅科技喔 最重要的東西就是神權政治跟印刷技術了 那神權政治我們剛剛前面有講到 由於沒有神權政治的關係 所以他只能喔 一隻一隻手點喔 如果全部一起點同一隻老頭的話 全部的生旅就會進行CD事件 就不能招響了 好 這邊生旅大戰總共招響了42隻的單位 那波西米亞這邊呢 則是來到了29隻喔 目前孟加拉人還是站上上風的 經濟的部分呢 則是62村對上61村 也沒有太落後於波西米亞 怎麼會有貿易車隊 蛤 怎麼會有貿易車隊 波西米亞按了一台貿易車隊 去探圖嗎 呵呵 當成肉麻來用 那波西米亞他的四級喔 也是研發科技很快 那孟加拉人這邊按一隻貿易車隊去探路的想法 還蠻有趣的 那這裡也買出了一棟城堡 城堡要往前蓋喔 先插在這個高地 插這個位置還蠻不錯的 攻城沾箱繼續攻城 波西米亞馬上點了一下異端邪說 那一端學說點下之後 自己被招想的僧侶喔 就會立刻暴斃喔 而不會變成敵方的 這邊用城堡加上攻城沾箱一起射嗎 欸這個城堡沒有在射擊 去拿一下這個攻城沾箱 等一下可以補一下血 那孟加拉人這一套喔 這個雙修道院配攻城沾箱打法喔 算是在團戰來說 跟隊伍搭配喔 蠻適合 那隊伍的話可以出這個 弓兵喔 配他的老婆 會很好打 那對方有投石車的話 也可以招搶掉 弓兵的話也可以防對方的戳戳 用復兵 那如果對方出騎士的話 自己就可以用僧侶去招搶掉 所以這一套打法喔 在團戰是比較常見的 在單挑打這個孟加拉僧侶 開戰喔 算沒有那麼常見的一個策略 好結果破西米亞下方拉了非常多的村民 孟加拉人這邊是蓋利根塔 在這邊想要防守 利用時代城堡被拆掉了 這邊進去先招搶投石車 投石車有機會被招走 來一發自滴 好不是自滴 一段寫說自己刪除掉了單位 後方補了一個修道院想要反擊 破西米亞從下發進攻 你打我正面 我打你背面 兩邊打的蠻激烈的 破西米亞點下了神拳陣子 待會招搶難度了 就會稍微下降一些些 這邊老頭的數量來到了40隻阿 萬人老頭大會 萬人老頭大會 後方的兩台巨型頭司機 還在繼續開拆當中 前線的建築物盆要被拆光囉 破西米亞選擇備戰 而沒有正面迎戰敵方的僧侶 孟加拉人開始把箭塔往前插 但是這個箭塔也不是防禦箭塔 還是一般的六王塔而已 現在孟加拉人這邊是想要用城堡去爭取時間 然後找個機會 轉出工程器反制回旋 或是巨頭直接護打 好 好 往前 那孟加拉人這邊轉出來的東西是工兵嗎 走一個強奴路線 強奴配老頭 一個好處就是 轉兵器 轉資源不用轉太久 很快就可以轉出大量的工兵出來 所以你只要木頭跟黃金喔 如果你要轉巷弓的話 還要撒農田 也要有一些安全的空地 肉類也要確保好 還要不斷村喔 所以轉工兵的好處 壓力是會更小一點點的 好 正面是要轉戰車 戰車也行喔 好 果然被打掉了 後方的老頭少爺回來反制 但是劍塔繼續往前插 這邊拆除掉了非常多的城鎮中心 下方的巨型頭司機開始反擊回去 兩邊都是先拆對方的採礦地 假如採礦地被打掉 他就不能安心的去挖礦 好 又被拆掉了 好 那敵軍已經全部撤退 孟加拉人開始在招翔敵方的建築 但是波西米亞 並沒有打算要讓他 趁心如意輕鬆招翔 開始往回拉走 把招翔的老頭趕快拉來拉去 孟加拉人這邊是趕快反制出來 開始防招 被招到老頭馬上就被刪除掉了 直接自殺 一端邪說就是這麼的厲害 波西米亞要打一波大丸的 這一波大丸的招翔結果 波西米亞人可能會贏 因為有一端邪說 但是孟加拉人卻沒有 但是後方有劍塔 那又不好說了 而且還有一擊射 一擊射波 射波西米亞的老頭血量掉的很快 但招翔結果目前是 波西米亞人還有十九隻老頭 但是孟加拉人還有二十五個 看在劍塔的射程傷害裡 波西米亞還是擋不住孟加拉人的老頭推進 那下方城堡兩邊都在互打 那目前左邊 波西米亞的巨型頭司機有攻城的優勢在 超打第一打巨頭傷害特別高 瞬間拆掉了一台巨型頭司機 但是現在家裡已經一片狼藉了 甚至村民也沒再造了 現在村民茶堆來到了76村 對上113村 孟加拉人在後面的這個領地 還是繼續防守當中 轉出了一台奴炮 那奴炮應該會被著想掉 置地 置地 也不用置地阿 一端血縮 直接刪除 上方老頭現在是且打且退 補了一個新的城鎮中心 在這邊 開了一個新天地出來 這裡轉出戰車 老頭會倒嗎 後面補了一個採礦地 偷挖一下後面的黃金 這邊直接往下進攻 想要來把下方的大本營給端掉 但其實他的大本營是在北邊 那種 哇 槓局看起來有點 炸開了 資源越來越差 孟加拉人的經濟越來越好 120村 好 孟加拉人開始轉出了奇兵的鎧甲 有可能會轉個肉馬 或是轉這個戰車 戰車爆 有可能 那我是覺得轉肉馬可能不錯 畢竟孟加拉人的肉馬呢 打戰毛兵 有外增上效果 三級防禦跟三級攻跟品種也有 波西米亞拉了一堆老頭 從左邊慢慢逼近 這裡補了一個修道院 用招搶到村民 補了一個修道院 來換個下聖物 巨型頭死機也是在左邊 欸 這邊巨頭怎麼來的 從上面搬過來的嗎 好像是喔 這一波的進攻 看起來波西米亞人 是落入了孟加拉人的包夾當中 這裡要反擊回去 只能靠後方的老頭過來支援 有機會嗎 前方的城堡 剩下一千多滴 這裡有五台巨型頭死機 工程 非常艱辛 好 後方老頭終於來了 看一下這一波 著想炸戰 旁邊護招 唉唷 這邊用 怎麼會有個手飛過去砸到老頭 齁 巨型頭死機還在巨型工程當中 後面城堡還沒有爆 兩邊老頭繼續招翔 唉唷 有機會嗎 這邊孟加拉人的老頭 只剩下十一隻了 沒有異端邪說 一直被招翔 變成對方的有點虧 反正是孟加拉人 這邊招翔對方的 生侶 還會變成 自己的 自己的 也不會變成自己的 但是孟加拉人 就是沒有異端邪說 只有這個忠誠信仰 這也是孟加拉人 打生侶戰 一個比較尷尬的地方 好 最後兩台巨型頭死機 還被招翔掉了 看來波希妙人的老頭 還是更勝一籌 好 點下了忠誠信仰 稍微能看著著想 但是最終老頭的結果 還是被招光了 最後波希妙以23隻老頭 大獲全勝 但是上方林丁已經被肉馬亂竄了 而且現在有三級的馬鎧 現在城鎮中心怎麼射都是一滴血 肉馬非常能扛這個箭矢傷害啊 有三級馬鎧的防護力是6點 城鎮中心是5加1也是6點 即使升級的二級射也是 也是射一滴 升三級射的話才會變成兩滴血 有馬鎧的話還是比較慘的 好 現在到處亂砍 經濟非常OK 但是正面老頭戰波希妙已經打贏了 打贏老頭戰之後 開始轉出了槍兵 想要去防守 先防守好加里儀 這邊肉馬非常麻煩 經濟不夠好 槍兵來不及防守 右邊的聰明中被砍光 但是換到孟加拉人家裡的經濟要爆炸囉 現在老頭大狙已經接近 難道波希妙可以成功反殺嗎 好 但是這一坨肉馬過來 看他反殺有點困難 波希妙這邊招搶手術非常快速 直接招了非常多的肉馬 哇 最終還是有幾隻肉馬 突破重圍開始砍殺後方的招搶老頭 老頭直接死了一大片 雖然還是有招搶到幾隻輕騎兵 但是肉馬雖然還是太多 在後面繼續補了過來 哇 搞定了 可惜命啊 被搞定了 看起來沒救 這裡在包一下 哇 生女於死光 這邊只剩下 招搶過來的肉馬 還有四台菌可惜 BBQ了 好 後方的肉馬 還在持續騷擾 但看起來是沒有辦法 繼續打了 經濟差距太大 分數已經差了快一倍 波希妙可能認為自己有一端斜碩的優勢 想打出老頭差距 確實老頭差距打得出來 但是經濟差距也被打得出來 好 孟佳阿倫這邊開始轉出巨頭C 不要來反差了 下方肉馬有可能會遭翔 好 下了三攻 這邊要用村民去打肉馬 也有想法 好 肉馬稍微回頭打一下 好 這邊用肉馬去攻擊村民 剛好跑出了這個城堡設置範圍外 直接打出了GG 哇 深屢大戰 沒想到在這個賽事中也能看到 這場我覺得打得蠻精彩的 兩邊都是一個招翔大戰 好 那結果呢 是以這個波希妙有一端斜碩的優勢 拿下勝利 但是後期的孟佳阿倫 經濟實在太好轉出肉馬 絕地大反殺這一坨老頭 拯救了自己的領地 才可以把這一波化險回憶 好 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孟佳阿倫 贏了快要兩萬資源 資源的部分是贏了兩萬 KD的方面則是贏了1.54 後期的弱馬砍到非常多的單位 非常凶狠 後期的大戰呢 總歸一句 誰先轉出經濟來 誰就贏了 這個只打強軍師是沒有用的 要邊打邊農才是真理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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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嗎 就